好,各位同學,今天我們做肉鬆的部分是由我帶著餐飲系的孟勳同學一起來示範 今天我們把這個絞肉放到鍋子裡拌炒 用鍋子拌炒,所以我們把調味料加進來之後 可以加一點油,油跟那個,油、醬油、酒跟鹽 那油呢,大概是15毫升的油跟這個肉進來拌炒 然後用醬油跟鹽還有一點酒來做調味 對,把它一直炒入味以後呢 好,我們就把油、鹽、酒這樣進來拌炒,把它一直炒乾 所以用小火,我們用小火盡量的把它炒乾 那你如果覺得你要這樣拌炒,挺辛苦的 那麼你家裡如果有烤箱,也可以利用烤箱的熱,把它慢慢的加熱 來 那我們就把這個肉鬆的部分呢,調味,四方的調味 調味之後,我們可以把它拌炒,拌炒到乾,然後做成肉鬆 或者是用烤箱的原理,把水分,把水分去除 其實這個重點呢,就是要把肉裡面的水分含水量降低 這樣子,這個部分呢,我們可以直接用鍋子 那你如果買的是那個後腿肉的話,是長條的那個後腿肉 或是瘦肉的時候,你可以把它整塊去用水煮的方式 那如果是像今天買到的是絞肉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一直把它煮到乾,這樣子 這樣同學可以了解體會嗎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你拿到的是瘦肉的部分 那我們就把它煮熟了以後,把那個纖維把它弄成 弄成纖維出來,把它弄細 那如果是買到絞肉,那麼我們就把它一直在鍋子裡攪拌乾 把水分,把水分攪拌乾,一直硬是把那個水分呢,去除掉 也就是呢,我們盡量的降低它的水活性 我們利用,用炒鍋,把那個水活性降低 或者是用烤箱,利用烤箱的熱 好,那我們換到盤子裡去 我們換到盤子裡去,我們放到烤箱去 用烤箱,用135度C的烤箱 135到150度C的烤箱 把它盡量的把它,水分呢,蒸乾 用盡量的利用烤箱的溫度,把它做出肉鬆來 那現在我們已經利用這個炒鍋呢 利用炒鍋,把我們要的油啊,醬油啊,還有這個酒 油,醬油,還有酒精,這個都已經調味料放進 油,鹽,醬油,酒精調味適當的 適當的調味之後,我們呢,就放到盤子來 放到盤子,那就放進烤箱 那因為我們是少量的做,我們就放到小盤子 然後放到烤箱去烤,就做成肉鬆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它放到烤箱 好,可以 好,可以 很便宜 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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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把它烤 那如果中間你怕會焦掉 可能要到烤箱裡面去攪拌 那這個就是肉鬆的部分 各位同學這是肉鬆我們用烤箱 但是因為這肉鬆如果再加一個小時 再加一個小時進來的話 就再再烤一個小時大概就可以 那因為現在我們差不多肉鬆用烤箱 150度左右的烤箱 烤了兩個多小時的一個成品 肉鬆的部分 好 那我們今天肉鬆的部分 就是在這邊做一個Ending 好 各位同學 掰掰